宣册 贤贵妃乌拉纳拉氏 早遇名门素贤内泽 赐从前邸 自养成皇太后慈玉 以册宝封为皇贵妃 涉六宫氏 家妃金氏尽为家贵妃 协礼六宫 庆常在陆氏尽庆贵人 婉常在臣氏尽婉贵人 秀答应徐氏尽秀常在 宫女方氏尽魁答应 前氏尽平答应 亲哉 来 受册 行礼 谢皇上龙奔 请六宿三跪三拜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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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愁 离愁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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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天气炎热 想必大家也都累了 不如到李吴宽座 本宫准备了 冰镇的杏仁影 到底是皇贵妃了 不一样了 都坐吧 谢皇贵妃 孝贤皇后心丧 金川战事胶着 前朝后宫都不安宁 所以这次的册封礼 就简单些了 皇贵妃能操持成这样 也是不容易了呢 皇贵妃辛苦了 说来咱们还没正式 恭贺皇贵妃大喜呢 张贵妃快要生产了 就免了吧 谢皇贵妃了 恭贺皇贵妃大喜 大家都是侍奉皇上的人 不要因为名分 耽搁了情意 都起来吧 多谢皇贵妃 战事胶着 皇上交心 所以请了南域圣地的 安吉大师 来宫中助导 过几日就进宫了 到时候咱们可以一并为了战事顺遂 大清祥瑞祈福 我听闻安吉大师修为身后 在很多地方都广受尊崇 还听说她年轻有为 相貌端正 令人一见如暮春风 庆贵妃 这可不是咱们身为嫔妃该说的话 是 黄贵妃 我产妻将至总有不适 怕是白担了这协理六宫的名头 却什么事也帮不上 心里头总是过意不去呢 这你就不必挂心了 你只要养好身子 平安地诞下皇嗣最要紧 是 太医说我怀的这胎 应该又是个男胎 我也一定会平平安安地 为皇上再生下一位阿哥的